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瓜真的是非常大 因为呢最近有一个传言说 蒙某顶流艺人 他跟粉丝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夜情 然后呢这个粉丝呢就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呢据说呢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七八个月大了 结果这事就被这个女粉丝家里面闹得非常之大 找到了这个顶流艺人 现在呢已经几乎马上是要纸包住 包不住过了 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了 对因为孩子也将近要出生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最重点的是这个男 这位男主他到底是谁 据说呢 我们只有一个线索就是顶流 对现在目前只有一个线索就是顶流 有一个瓜主爆料 我们看一下这个爆料的原文 这样说呢 我们看他这个是一个豆瓣上的爆料 这人说 新鲜顶流瓜 某顶流睡粉 结果粉丝怀孕 粉丝不见人 家里非常有钱 爱得要死要活 非要生下来 女方爸爸出面去谈 于是达成一致 顶流妈妈不相信孩子是顶流的 于是派人伪装成媒体啊等等 跟踪粉丝被粉丝发现之后报警 这个是真的是切有其事啊 真的是有人这样一个爆料 那么其实这个爆料之后呢 其实也没有说 这个大家还是比较迟怀疑态度啊 毕竟他也没有照片而啥 没有任何的根据嘛 然后他就说 是不是这个顶流 是他故意放出一个烟雾弹 然后想给自己炒作啊 然后最后也来一个说什么报警啊 报案啥的 那么还有人就是说 这个怀疑这个事的真假 觉得这个事是真的吗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啊 因为因为娱乐圈 你看这么多就流量 顶级流量的就钱多了嘛 那那钱多了之后 他们会玩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可能 会玩一些什么东西 就玩一玩 感觉你很专业 他们会玩什么东西 玩女人呗 玩女人 人家都说娱乐圈是一个大染缸嘛 那不是那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可能啊 而且确实这个是有前车之鉴呢 那之前这个大家很多人都是形象非常好的艺人 然后就接连他房 那么什么嫖娼对吧 然后要么就是搞了私生子 然后要么出轨吸毒啊什么等等 这些 这些都是有爆出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特别夸张 其实也不算特别夸张 其实我觉得在娱乐圈没什么事不可能的 没什么事不可能的 还有什么更夸张的事吗 那无意反正最近你觉得不夸张吗 很夸张 很夸张 确实 这个很刷新我们的下线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大家都很好奇的 这个顶流究竟是谁 然后他们就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其实呢 我跟Jonas 然后也分享了一些我们的独家线人 也不能叫独家线人 就是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位 非常非常深根娱乐圈多年的一个资深博主 然后他对于这件事呢 其实他也是发话了很多 然后他是连发了好几条的这个推文 然后来讲这个事情 然后第一条呢 他就是讲说 那么确实呢 这个首先这个人 他是一个顶流 然后呢 这个紧急公关了嘛 刚刚他这个也说了 然后他们紧急公关了 那么之后呢 这个就下场五嘴啊 山体啊等等 就不要这个发酵大 你知道最近百百合二胎的事情吗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据说就是百百合二胎的这个料 就是这个顶流的团队放出来 然后来转移视线的 这样子的 就刚好他们在同一时间 那很make sense啊 对啊对啊 其实他们都是这样的套路 很怪 对啊 然后后面这个 但是呢 吃夸群众当然不会放过这件事情 去深挖了一下 就是他们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前几天 篇这个娱乐记者就说 说这个事情确实是确有其事的 然后呢 这个顶流 那么他现在呢 这个确实是跟这个 PUA了这位女粉丝 就是好言相劝 那么其实正常来讲 就如果说他们私底下 跟一些粉丝 或者说就是一些不检点的私生活 搞乱了一些事情 一般都是用钱解决嘛 那么现在呢 就是因为这位女粉丝 问题就在于 他家里非常有钱 然后家里有钱有势 钱也解决不了 只想要真爱 然后 硬要把它生下来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他们就说这个娱乐圈可能又 又这个要多了一个美爹的娃 当然今天 咱们也是有备而来的 这个光说这些呢 那咱们就跟别人一样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既然叫做新闻发电站 这个绝对是讲 大家没有听过的 这个顶流男星的八卦 咱们俩都一起来一个 有讲尽猜 然后来看一下 有讲尽猜 看他什么时候开讲 对对对 看什么时候开讲 看我们谁能买中嘛 那首先是这样子的 这个八卦记者呢 他就发了两篇非常长的长八文 然后讲了这个顶流男星的这个故事 那当然了 他讲这个顶流男星的故事 他不可能就是指名道姓嘛 他基本上都是用一些特征啊 或者他的一些外号 经历啊一些 对对对 来概括 我们就化身了福尔摩斯 调查一下这个案子 对 记者讲了这个男星的这个故事 但是呢 机智如我俩 我们两个从这个 这个故事当中呢 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那首先呢 他说他介绍了这个人哈 那首先他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是 他并不是第一批的顶流 第一批顶流包括谁 包括这个 归国四子 嗯 还有 也就是归国四子 也就是归国四子吧 对 他们他们算是第一批 就是吃到流量红利的人 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四个 黄紫涛不是了 哎呀 我还想着会不会是张艺兴呢 一下子就把他排除掉了 哦 是吧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张艺兴呢 因为我 我看到他们文中有说 他是30以30岁以上的嘛 那我觉得张艺兴 而且他就说 他刚开始进大厂的时候 非常的努力嘛 那张艺兴的人设不就努力嘛 所以我 所以我就一下子觉得是张艺兴 对 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是我的推荐 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就是这位顶流 他近些年来都没有过花边新闻 那张艺兴也是啊 对 对 但是这么说来还是蛮像的 嗯 但是他第一个这个条件就排除了 他说这个顶流呢 这个为什么说大家很惊讶 因为其实这个顶流 他近些年来都没有花边新闻 而且呢 让大家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有操守的人 有操守 对 就是觉得他是非常 就是甚至说不尽女色 有一点那种和尚的形象 哦 娱乐圈当中哪个 那你觉得哪一个娱乐圈 现在顶流哪一个是比较像这种 和尚啊 对和尚 其实我还查了一下 我为此就是特意那个Google了一下 哪个男性像和尚 然后就是没有 然后就给我出来了什么 西游记唐僧的白眼睛 我觉得娱乐圈没有这样一个男性吧 嗯 中国好 就比较年轻一代的来讲的话 这应该没有吧 那境遇系的都是一些可能是年纪大 对啊 其实他讲这个的故事呢 他是从这个男性到出生开始说起的 那么首先他说 这个事情要从三分之一世纪前 也就是南鼎流出生的那几年 三分之一世纪 这就是一个重要线索 三分之一就是三十多年前 对 现在就有三十多岁的人 对 三十岁加好 这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呢 接着他又说了 他说呢 他出生在一个历史名城 这个这个其实考点比较难 然后就考出生地嘛 对 现在有两大线索了 好 然后呢 就是说他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但是他从小就有艺术天赋 然后说就从小呢 这个这个家里比较普通 然后但是他又艺术天赋 然后从小呢 这个父母就对孩子给予厚望 从小就开始各种培训班 然后去学习各种的才艺 那在这儿其实我排除了一个人 就我之前想过是他 但是我排除了 谁 我排除了这个肖战哈 因为 因为肖战 大家知道 他是 他是这个后出道的 就是他其实原来是 就是他的才艺都是出道之后 才去学的 对 不是小时候培养的 对 他没有才艺 没有才艺 好值得这个话说 就是对啊 他出道就是因为 他原来是做设计的嘛 他自己开一个设计师工作室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然后他就参加了一个选秀 然后去出道 然后再出道的 可能这里也可以排除龚俊 龚俊是不是也是后来出道的 据我知道的是 对啊 就是他好像也不是说 比如从小培养的 也不是说从小就能歌善舞 然后就培养出很多才艺 就是以至于说他现在就是 他也是比较大气晚成嘛 他也是到最近的山河令 才比较火的吧 对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排除两位了 其实他们也都算很顶流 很顶流 也是年纪符合 也很顶流 对啊 对啊 但是又排除了一个 就是不是从小开始培养才艺 对对 我们再来再看 那么在他的努力之下呢 他进入了大厂学习才艺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我觉得大厂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 你觉得大厂 我不知道大厂是哪个 你觉得大厂是哪个 这很难讲 因为这个八卦记者他说大厂 但是通常来讲最近我们大厂指的是爱奇艺 因为他们说这个爱奇艺呢 是他收购了一个大厂 所以说之前他们加班青春有你选秀的时候 他们会经常说什么大厂的烤肠好吃啊 或者什么 就是他们都会用大厂来形容爱奇艺 然后那个腾讯就是鹅厂嘛 然后爱奇艺相对来讲就是大厂 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是就是演过一些爱奇艺出自的电影或者是影视作品或者是选秀等等 就是然后就一直在这个这个 那爱奇艺的选秀就青春有你吗 对啊 其实爱奇艺还办过蛮多的 比如他们办过中国有嘻哈 对吧 他还办过什么这个爱奇艺还办过奇葩说呢 就是就是他他出名的这个东西还是蛮多的 但他里面有讲到他是 他是他是跟几个这个顶流是跟几个那个像团体一样的的公司里面待着 然后然后去再再去出道啊 然后学才艺的 那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训练生了呀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有可能是练习生出道 对啊 对就很像是练习生 对对对对对 没错 当然了其实呢 他就讲到了说他在大厂的一些经历 可能他本来是一个纯青小少年 然后呢进入到大厂之后呢 就学到说自己很努力呀 然后自己也蛮有天赋的对吧 这个唱跳什么都行 但是为什么就一直得不到重视呢 然后就就就曾经走过一段这个傻白甜的时期 然后他后来就慢慢发现了说 你要这个出人头地 或者你要有什么资源 你不仅仅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要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 我不说 讨好一些比较 职力比较强劲的资本 特别是女的 特别是女的 不一定哦 男的吗 那你很难讲 他有什么癖好嘛 对吧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是要这样 那其实他曾经在 就是他有说过 就是他曾经在这个大厂里面有被人欺负 大厂的领导就是一直在敲打他 说如果你再不行的话 你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 他就是太丑了呗 太丑了可能是技能 对可能是他没有没有搞清楚 要怎么样让自己干文脚跟 嗯 就他有可能说就是 当然这是八卦记者在这样说的 他说那有可能说这个人 呃去去 这个这个领导就跟他说说你这样你要卷铺盖走人了 可能是在暗示他 哦 接下来呢他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大厂的高层来问 就是说为什么不捧他 嗯 然后呢就被这个高层给搪塞过去了 那总不能直接说那你来参加一些酒局 我就捧你 这个这个很难直接说嘛 所以就被搪塞过去了 然后这个文章里面又说了 最最最最最最重点的来了 什么呢 他他这里面这个文章里有句话很重要啊 话重点 他说你来念吧 这个 他颜值一般般 身材五五分 整个人长得像 怎么 长得像个芋头似的 然后连帅气都称不上 对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他一个颜值的表现 一个外形的描述 对 长得像芋头似的 谁长得像芋头 我一下想不到谁长得像芋头 然后但是 但是 但是但是很重点的 身材五五分 身材五五分 就腿不长 对 不是那种大长腿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流量艺人包括顶流就是都在吹自己的腿长 就一般来讲就只要你不是特别的就是过分 就不会被大家说你是身材五分呢 所以说身材五五分的艺人还是顶流就屈指可数了 所以我就去Google查了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clue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身材五五分的艺人 然后我得到几个人选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黄锦鱼 就是黄锦鱼最近其实也蛮火的嘛 他演了挺多的大火剧 然后他也演了一些霸道总裁 然后就是也算是 但你觉得黄锦鱼算顶流吗 我觉得不算呢 就顶流他撑不上 那他确实粉丝非常多吧 怎能这么说 对啊 所以怎能这么说 然后然后下面一位是这个 杨阳是就对 这个是他不是那种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真的是我Google出来了 就是大家说这个身材五分的明星 有人专门放了这个对比图 就是说其实杨阳他的腿 这个这个真的是没有 如果是有杨阳的粉丝 或者这些人的粉丝 我真的无意说去去诋毁他们 就是说确实是我查了很多人 就是媒体啊 包括就是大家都在说 就是跟别人一比 他的腿却是没有 没有优势啊 只能这么说 反正说这个是五分的身材 杨阳 还有一个人 所以重点的来了 谁谁谁谁 我也很期待 这是王一博 这是你很喜欢的王一博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是他 为什么不可能是他啊 因为他挺帅的 我觉得 为什么是长得像个芋头 不像吧 因为他 然后就人家这个八卦记者说了 因为他后来整容了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王一博有没有整容 排除一下黄景瑜 因为他不算顶流 那甚至还是杨阳 杨阳其实他的 如果是严格意义上来讲 他的 就是说我觉得杨阳还挺像的 你别 你就是不希望是王一博 没有 王一博也没有到三十岁啊 但是不一定 就是说他说三分之一世纪以前嘛 那这个如果 那也是二十 二十五过后的 其实也可以 对啊 他是左右嘛 但是重点是呢 其实王一博确实他是从小 我查了一下 他从小 他是从小学才艺吗 从小就学习才艺 大家都知道他跳舞 然后这个才艺很厉害嘛 而且王一博 最著名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他的冰山脸啊 就是王一博 就是你看街舞 你肯定知道 就是他很少说话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很 也不能叫高冷 就是说非常的认真 就是也不会就插颗打魂 然后就是不太笑 最有的时候比较严肃 对很严肃 然后大家就是就会 而且他最近 这么多年来 没有华临新闻 对吧 就是一直都是说 觉得他很敬业 然后就是很 怎么讲 就是很正派的一个形象 就是像和尚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是也有人说过 就越想越像啊 以和尚来说的话 那我 我觉得他确实 有一点像和尚啊 对啊 还有一个重点的线 就是王一博是河南洛阳人 洛阳是历史古城 古城的呗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几点 不会吧 然后 不会吧 不会吧 完了 有些人妨叫他了 但是我们这个是理 这个我们是不带有任何立场的 客观分析 但是当然当然肯定 我们这个只是只是供大家娱乐 我们也绝对没有做就是王一博 那我是这个信息呢 全部是来源一字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爆料 这一定要沉浸一下 反正就每个人的分析不一样 要不这样吧 我们看一下杨阳 他是他是他是哪里人了 生于上海 籍贯安徽合肥 算 籍贯就不算了吧 应该是出生地吧 那上海算历史名城吗 可能也算 不算吧 上海上历史名城 他是一个 对啊 这只有王一博了呗 我没说啊 我没说 我没说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他就经历了什么呢 好 就是说呢 他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是当做背景版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就是受到力捧嘛 然后在很多的节目当中 然后都是呃 没有什么曝光的机会 你了解王一博 你觉得他的经历是这样的吗 嗯 完了 我不了解他的故意 了解 不好意思 那你是假粉丝 假粉丝 那么这个之后呢 然后他就是 就是其实他一开始 他还是比较的正直的 就他不屑于背前规则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想说 干脆我就回家走人 我就自己回老家 做一门小生意 然后他曾经真的走了 然后真的走了之后呢 回家就被家里 做了什么生意呢 没做什么生意吧 他就是回家了 但是回家了很 很短一段时间 然后他的 他的家里面的人 就非常的生气 就说你 你干嘛要回来 这么好的出人头地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把握住 就是这样 就是他家 他们家里面 不会觉得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情 不好 然后他是 他是觉得 你既然在这行 你就要想尽办法 让自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然后他就又回去了 哦 对 但他们家人是 知道是 这种出人头地吗 不知道吧 如果知道 肯定不会 这个咱们也没法了解 那么具体 但是人家是这么显的 那好吧 总之呢 他就回去了 对 总之后面 其实就没有太多的 这个消息了 那么后面再讲都太长了 那么总之 他的路线就是 然后他去这个 去 去用了一些手段 他就从 他就黑化了 就是他从这个一个 一个傻白甜 然后就黑化了 就是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很有心机的人 然后就是跟这个高层 都搞好了 很好的关系 那后来呢 又听说 这个海外市场 这块 你可以 你记得吗 海外市场 对 就他们不是大厂要 哦对 大厂就是说 想要发展一下海外的市场嘛 所以 所以从这里 我就觉得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闪过 就是会不会是张艺兴呢 因为 因为大厂 怎么就跟张艺兴过去呢 不好意思张艺兴的粉丝呢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刚好分析线索 然后感觉有点像 因为他 他有说他努力 然后有说他 长得不好看 当时张艺兴在韩国 不是被评分的吗 评分那个 那个颜值 不是 是C还是什么来着 就颜值不太行嘛 所以我就才联想到他的 那你有想过别人吗 嗯 我有想过任佳伦 因为他 任佳伦的年龄 跟那个 他出生是哪里的 我倒是不是很清楚 反正他跟那个 其他的一些线索 都比较吻合 还有什么特征啊 哦 确实他也是55分 对55分 确实 嗯 不是那种大长腿啊 什么的 青岛 山东青岛 山东 算是吗 青岛 古城 地理不太好的 我表示 不太清楚 很难讲青岛 是不是补偿 主要是他给的线索 也比较模糊 不过确实 任佳伦也是主打那种 就是 就是他的主打的人 是不是那种 没有花边新闻 然后运行演习 所以我才联想到他的嘛 他也 2009年 也是那种训练生 那种比赛呗 那也挺 挺符合的线索的 欧阳比较 嗯 对的 他是对 他是参加 他是参加一个选秀 然后 然后进入了中韩组合 做练习生 他是 他是其实也是有一点海外观 其实这个人还有一点点的海外关系 那其实我们今天看了这些人 他都有一点海外观 杨阳好像没有 杨阳是一直在内地的 杨阳是通过出演这个新红楼梦 然后被大家认识的 好难啊 感觉这个 这个案子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人选吗 我想一下 你有想过谁吗 我没有 其实我有想过蔡徐坤 但是好像 但蔡徐坤不是算 不是算应该那种大长腿 他挺高的 我记得 他只可能只符合顶流 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顶流 就总想到他 但是他没有 就但是蔡徐坤没有说 营造出那种很禁欲 或者是像和尚一样 就是这种局 这种人设 他没有 反正是人家伦友 对 还有别人吗 我们再想一下 反正我排除了肖战跟龚俊 还有那个谁啊 张哲瀚 张哲瀚也是吧 但他不是 他是那种偶像吗 偶像出道吗 应该不算 不算吧 但是之前就是一直 一直做演员 我感觉他跟龚俊是一起火的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张哲瀚 他并不是出生于一个历史名称 他是哪里的 他是江西什么 江西新渔市 就是一个小城市 那他只是 他只是年龄符合 但是张哲瀚现在也无所谓了 他已经凉凉了 他怎么可能 还有公关肯队 来下场无嘴 那应该不是他 对 那你还有想到谁吗 好像也没有吧 顶流也没有很多吧 顶流真的没有很多 所以范围很小 但是不知道 反正那总之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吃一下这个瓜 就很希望就是他真的是气不过 就像多美猪一样 然后一生气 就跟那个多美猪一样 然后再前往曝光 我们就又有关心 再曝多一点是吧 对对对 那可能就只能等到这个之后 就看他要不要认这个孩子了 或者是他怎么对这个女生 他不会这么绝情吧 很有可能啊 那也说确实为了顶流这个 很难讲真的不知道 这种事情真的很难处理的 就是你处理的不好 真的你怎么样去公关都没有用 就像吴亦凡他说了这个事 他没有找多美猪嘛 他都是就是在冷处理嘛 就是说我要发律师行啊 怎么怎么样 那这位男鼎流 他可能吸取了前辈的经验 然后他要去给这个女粉丝亲自来说 然后安抚一下他的情绪 那这么说的话 他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吧 那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不会不认他的 那那么出生 他孩子出生的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揭晓他是谁的时间 可以这么说吗 我很期待这个后续啊 那也许人家处理的好 然后就偷偷的升调 别啊 别 总之呢 现在目前的事情的进展就到这一步 那么我们跟大家吃瓜 可能也暂时吃到这了 如果说大家还有 也不知道网友们是怎么分析的 也可以把你们分析 发到我们那个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到太多的人了 反正我们信息都已经给到大家了 但是我们是很好奇的 对对对对 好 那反正我们今天呢 那也可以出了我们自己的分析 然后也跟大家一起来吃这个瓜 不知道大家吃瓜吃的是否开心 那么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没有错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发电站 就先跟大家发电到这了 今天要收工了 我是Jonas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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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